2月14日 台当局海巡部门以执法为名 追逐大陆渔船至四名渔民落水 其中两人遇难 事件发生后 福建省泉州市有关方面 持续与船员家属沟通 今天上午9点20分 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人陪同家属 在泉津客运码头经由小三通航线八方轮赴金门 接回两名生还人员 并处理相关善后事宜